美國立國二百多年來 幾乎每年都打仗 它其實是一個相當好戰的國家 所以我是很不開心很憤怒 美國政府採取這麽橫紋無理的政策 作為一個中國人 覺得人家無理化的一場戰爭 其實當然是很不憤 香港自己第一個心態上 我們不可以有少許隔岸觀火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 當然國家採取的政策 我們在對國家有利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盡量配合的 這個心態很重要 特別是政府領導的時候 我們有一種備戰和參戰的心態 美國的入超是大過我們的出口很多的 我們能夠雙方的所謂Balance of Payment 我們純粹數字上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純粹用一種 加關稅的方式去處理 可能是各個方面 無論是審批 無論是對美國核心的技術的替補 我們都要想 例如習主席去了中東 支持我們總理 李總理去了德國 其實都是透過爭取其他各方的 一些經濟體的互相支持 令我們比較容易打贏這場仗